大家好,这里是香葱你我他 前两天我拍了一期有关一个老宅的视频 有一个网友给我说,在里边看到了宝贝 开始我也不相信,后来又有两个人说,确实看到了 所以啊,我今天想到里边再次探寻一下 看看到底是不是有宝贝 这个半路上横卧的一块古碑 有很长年代了 不过这个碑的底座好像已经没有了 可能是有人想要盗抖它 又因为太沉重的原因 所以就把它扔到了这个半道场 还好这个碑没有被毁坏 这座老宅的房梁 上面是很讲究的 都是这个船头雕花 有什么鱼啊,龙啊 还有什么核花的 很有说法 听老人说,这座古宅已经有好几百年时间了 看着外边是很破败 但是这个建造的是很讲究 视频前的朋友们看看这样的老宅里边 会不会有宝贝 在我们村子的附近啊 有一处千年的古城 这个山西的经商经常到这座城里做生意 他们来的时候 那个马车上拉的都是那个元宝和那个银员 因为当时是没有银行的 所以只能把这些贵重的物品随身携带 这座古宅就是他们中途休息的驿站 可是到1937年10月23日的时候 这座古城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因为惧怕这个日本鬼子的迫害和抢劫 所以经商们就不敢在这里边带聚集了 从此以后 这座驿站就荒废至今 再也没有人敢来里边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所以啊 我今天来里边确实心里边也有点发慌 不过这个网友说了好几遍 我今天也只能硬着头皮过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磁盘 这上面的这个磁力多大呀 显示的很强的磁力 这个磁力非常的强 这个磁针啊 在不停的晃动 这里边有六根这样非常高大的柱子 都是木头的 下面有这个柱顶石 我听老人说啊 从前这个人都喜欢把钱埋到这个墙角 和这个柱子地下 咱跑跑看 看下面有什么 你看这个木头烂掉了 时间很久远了 这个柱顶石还是盘骨样的 从前啊这个进商都是很有钱的 看看这个 有东西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钱袋子吧 看了像 你看这个磁针 你看这个磁针 晃动的特别厉害 这里边肯定是金属的东西 那天 那天我听那个网友说就是看到那个柱子还是那个墙角 他说有一个什么什么袋子 果然是看见了有宝贝 再看看其他地方 看看其他地方 干什么用 在屋里边有个圈子 这里有个洞 里边好像有东西 是不是 嗯 拿下来看看 拿下来看看 很远啊 什么样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看的像锤子也有点不像 我听那过去的老人说 在1937年10月份日中就占领了这座古城 这会不会是日中留下的这个什么东西啊 我看呢 有什么东西啊 咱走吧 这里边阴险险了 心里边有点恐惧 所以捡到了两样东西 走吧 这两个古钱 我想一定是静商 慌忙撤离的时候 忘在了这个柱子下面 要不是上次拍视频的时候 有网友看见 他们不知道要在这个柱子下面 埋多长时间了 最关键的是这个东西 看的怪怪的 反正不是锤子 我觉得好像和日中有点关系 之前有可能我在电视上见过 不过也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反正 看着这种东西 留在这不合适 我准备把它 拿回去 上焦了 视频前的朋友 有没有认识这种东西叫什么的 欢迎在评论下方 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欢迎关注 相冲你我我他 明天见